第905集 古川尤美仍然低着头 鞠躬道歉 一副委屈求全的样子 但是那个男人就是不理不睬 虽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是想来也没有什么好话 叶浩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走到古川尤美的跟前道 这王八蛋是不是刚才在骂你 没 叶浩轩 你在一边等我一下好吗 我跟他解释清楚就好了 没事的 真的没事的 古川尤美连忙说 华夏猪 那个胖窝果人对着叶浩轩比了一个钟指 然后用极其生硬的华夏语 说出了这几个字 你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叶浩轩的神色冷了下来 呵呵呵 这里是我国 你一个花夏猪来这里做什么 我们这里没有猪食给你吃 另外 这个女人是我请来 做贴身陪护的 你滚一边去 那家伙边说边向叶浩轩 做出了侮辱的手势 哼 不错嘛 你成功的激怒了我 现在我想打你了 叶浩轩一边说 一边活动着自己的五指 在这个胖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叶浩轩突然向前踏出了一大步 然后一拳砸在他那浑圆的肚子上 噗 这个胖子一口轻耍喷了出来 足足有三百多斤的体重 养后变倒 他倒在地上 再也爬不起来了 叶浩轩 不用 古川尤美 吃了一惊 他是怕叶浩轩吃亏 因为那胖子是窝国相扑界的高手 混蛋 你敢打本天先生 这胖子身后的几个人大怒 他们是这个家伙的保镖 看到老板被一个家伙放倒 他们猛地冲上前 向叶浩轩的身上招呼了过来 三下五除二放倒了这些人 叶浩轩一把揪住了 那个倒在地上的那个家伙的衣领 把他硬生生地提了起来 吃这么肥 你不怕早死吗 叶浩轩冷笑道 你敢动我 我是奔天 胖子怒吼道 奔天是谁 叶浩轩诧异地向古川尤美问道 他 他是窝国相扑界 有名的高手本田 不过现在已经不做相扑了 他在窝国很有影响力的 古川尤美着急地说 快把他放下吧 他 相扑 那就难怪了 玩相扑的人都活不长的 成天尺 能活久了才怪呢 你马自己就是头猪 还好意思骂别人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 他一把将这个家伙重重地甩到了一边 碰 本田数百斤的体重 扎到了地上 他被摔得气昏八速的 半天在地上也没有爬起来 走吧 不要理会的 叶浩轩拉着古川尤美说 可是 古川尤美有些不放心 不要再担心了 没事的 我会找人处理的 叶浩轩安慰了他一番 然后就带着他离开了 知道叶浩轩在窝国的分量 古川尤美这才微微地点点头 然后和叶浩轩一起离开 叶军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的 古川尤美问道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这里旅游的 可是他有事情 先离开了 叶浩轩笑了笑道 你在这里过得还好吗 还好 我已经把以前的事情全都忘记了 我早该听你的话 重新生活的 古川尤美微微一笑道 的确 你早该忘记以前的一切了 叶浩轩笑了笑 我父亲在的时候 从来没有让我受过一点苦 我过的生活跟公主一样 可是 从他走了以后 我才发现生活的艰辛 古川尤美低着头说 我父亲以前对我 实在是太过于溺爱了 他简直抹杀了我生存的本能 如果不是你的鼓励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古川尤美说 他是你父亲 他最疼爱的人是你 以后要好好生活 尽量让自己开心点 叶浩轩笑了笑 嗯 我会的 古川尤美微微地点点 头到 你想去哪里看看 你要去火山吗 本来是想上去看看的 但是你刚刚从上面下来 太累了 还是不去的 叶浩轩犹豫了一下说 他是想上去观察 有关于村政佐府的情况 古川尤美的父亲 刚刚因为村政佐府过世 所以他不希望 他再卷入这场纷争之中 没事的 你想去就行了 我的体力很好的 古川尤美连连地摇头道 走吧 这座火山在几千年前就形成了 这也是这座岛的根基 火山的岩浆造就了千尺岛 无奈之下 叶浩轩只得点点头 和他一起向火山的方向走去 千尺岛最中间的 这座火山高度有 两千八百二十多米 山峰高耸入云 尤其现在是冬季 而且前不久 刚刚下过一场雪 所以高处白雪矮矮 因其独特的大自然风光 再加上坐落在顶峰上的神道宫殿 每年都会吸引众多的游客 这个地方与窝国的圣山富士山 比起来也不成多让 古川尤美一见到叶浩轩 就觉得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 他一边向上爬着 一边向叶浩轩介绍着 这座火山的不凡之处 相比于古川尤美的热情而言 叶浩轩倒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了 他一边敷衍地回答着古川尤美 一边看着山体四周的情况 尤美 那个地方不错 我们从那里走吧 叶浩轩指着一处 比较陡峭的地方 这里才是上山的路啊 古川尤美感觉到 有些莫名其妙 叶浩轩指的那条路 严格来说不算是路 周围的植被众多 他在这里培训的时候老实说过 只有他们脚下铺了这条青石的路 才是通往火山上方的道路 周边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 未知的重受出现 曾经再三叮嘱不允许游客 从其他的路上走 我只是觉得那边的景色比较漂亮 叶浩轩笑了笑道 可是我们规定不能从那里走的 为了游客的安全着想 那个地方经常有一些毒物和小型的野兽出没的 古川尤美道 哦 那算了吧 叶浩轩说 不过你既然想去 那我们就绕着道上山 以前也有人从这里走过的 古川尤美不想让叶浩轩失望 他转过身 和叶浩轩一起走向了一边的岔道 谢谢你了 叶浩轩点点头 不要谢我 只要是你想的 那就是我想的 古川尤美的脸微微的一红 他快走了几步 赶在叶浩轩的前面 分出一条小道来 我走前面吧 叶浩轩感觉到有些过意不去 这个女孩太细心了 但他一个大男人家 哪里好意思站在后面 让一个女孩子帮他开刀 这是什么花 在冬天开的也这么艳 叶浩轩这才发现 叉道上竟然有一种奇特的花 这种花非常的鲜艳 现在的时间是冬季 所以他感觉到有些奇怪 这是冬月梅 属于梅花的一种 古川尤美笑道 这些是我们国家一位 植物研究所的教授 培译出来的新品种 虽然长得和梅花 没有一点相似之处 但是它和梅花一样奶寒 所以就叫做冬月 古川尤美说 不错 挺漂亮的 叶浩轩看着这朵花 他的心里闪过了无数个念头 这种花他见过 在石绝阴帝的时候见过 石绝阴帝终年不见日月 所以在那里的植物 都显得有些灰暗 但是唯独这种花开得十分的鲜艳 叶浩轩还记得这种花 曾经在行天的尸体前出现过 但是行天的尸体消失之后 这些花也随即枯萎了 所以说他有理由相信 这种花开的地方 必定会有不寻常的东西 但是他向着四处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四周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 他不由得疑惑地问道 尤美 这种花是不是在其他的地方 都无法生存 只有在这里才能生存 啊 是啊 这种花在各种条件下的土壤和气候里面 都是过了 但是都无法生存 偶尔发现在这里能种 就是 不知道原先的种子是从哪里弄来的 顾传尤美说 听他这么一说 叶浩轩更加证实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他思索了一下道 尤美 彭玉这种花的教授是谁 我能见见他吗 他已经过世了 他是位了不起的植物学家 顾传尤美说 去世了 叶浩轩倒是愣了愣 他随即点点头道 行 我知道了 有什么不对吗 顾传尤美问道 哦 没有什么不对 我只是觉得这种花很漂亮 叶浩轩笑了笑 做出了一副轻松的样子 他绕过了前面的一个巨石 继续向前走去 这里的空气有些冷清 叶浩轩一边走 神念一边向四面拔方发出 暗地里观察着这里四周的情况 但是这个地方很正常 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 古川尤美走路比较慢 尤其是在这种山路上 他走起路来更是不方便 叶浩轩的步子太快 他有些跟不上 而且由于走得急 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来 你累了吗 叶浩轩停住了脚步 早知道就不应该带他来的 古川尤美刚刚脱离了以前的生活 虽然他定位了自己的人生 但是事实上 他还是一位娇滴滴的小姑娘 生活对任何人来说都非常的不易 他还在慢慢地适应 啊 不 我不累的 古川尤美一边说 一边颠着脚向前走 地上的路不算太平 尽管穿的鞋是登山鞋 最适合爬山 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脚 被下面的石子弄得生疼 累了就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没事的 叶浩轩说 我 我真的不累 古川尤美虽然倔强 但是他气喘吁吁的样子 出卖了他 他这种情况 不累才怪呢 累了就休息 别逞强 叶浩轩 没好气地笑了笑 然后扶着他坐到了一块石头上 我 我是不是还没用 古川尤美有些沮丧地说 哪里没用啊 他不明白这女人的情绪 为什么突然会低落了起来 我走这点路就累成这样 我还不叫没用 我不知道怎么和同事相处 我也不知道如何和领导打交道 我甚至连最普通的人际关系都搞不好 古川尤美越说 心情越低落 他继续道 同事们排挤我 我做得好 他们嫉妒我 嘲讽我 我做得不好 他们更是肆无忌惮地嘲笑我 我工作了才发现 原来这里领导提升你 不是要看你的业绩的 我们的主管 有一个妻儿的大胖子 他曾经几次三发暗示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现在无依无靠 古川尤美的眼泪缓缓地落下 他真的很想念父亲 那个时候他不用担心任何的问题 那个叫父亲的男人 会为他撑起一切的 但是现在他倒下了 他这才发现自己太过于依赖父亲 导致他现在不知道在这个社会中 怎么生存下去 他不知道怎么去交朋友 不知道怎么去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中 他父亲留给他的遗产 可以让他花上一辈子 但是他想学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他平时用的化妆品穿的衣服 对于他来说已经很低调了 但是他的同事 还是用羡慕极度恨的眼光看着 这让他很苦恼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还是完全没有适应这个社会罢了 叶浩玄轻轻地安慰道 别怕 慢慢来 你这么冰雪聪明 有些东西就算是现在不会 我相信以后你也一定会懂的 你是古传有美 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什么 也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在这个社会上 有太多那种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人 他们嫉妒你 那是因为你比他们优秀 你上司想潜规则你 你应该抽他脸耳光 你也说了 他是有家事的人 或许你也可以悄悄地留下证据 把这件事情闹大 他不敢把你怎么样的 人活在这个世上 不要在意其他人会怎么样 你只要清楚你自己需要什么便好 叶浩玄说 我 我可以这样吗 古川尤美有些吃惊地看着叶浩玄 他说的话是自己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 一直以来他都走入了一个逆来顺受的误区 所以他在自己受到欺负的时候 不懂得如何站起来反击 以至于现在他仍然处理不好 与同事和上司之间的关系 当然可以 尤其是你那个上司 你按照我说的话去做 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骚扰你 还有那些同事 再敢嘲讽你 你反嘲出去 臭骂他一顿 骂他个灰头土脸 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再找你的麻烦 人生在这个世上 不是让人欺负的 有人对你凶 你要比他更凶 有人比你流氓 你要比他更流氓 我们华夏有句话说得好 愣得怕横的 横得怕不要命的 而且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叶好轩说 我 我还是不太明白 古川尤美显得对叶好轩的话赶了兴趣 只是他还是绕不过这个弯呢 那我问你 一个乞丐和一个形象非常好的大人物起了冲突 你说是这个大人物能占上风 还是这个乞丐能占上风 这个大人物吧 乞丐怎么能和大人物相比 古川尤美说 你说错了 应该是这个乞丐会占上风 因为乞丐有什么 有钱 生吗 还是有名誉 他什么也没有 正是因为他什么也没有 所以他才会无所顾忌 相反那个大人物不一样 他在和这个乞丐争执的同时 考虑到自己的形象 而且他本身是高高在上的 你和一个乞丐过不去 别人会说他这个人 小鸡肠子 以前的形象都是装出来骗人的 乞丐是弱者 但是弱者有弱者的优势 往往弱者会遭到社会的同情 因为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都有仇富心理 不管你有没有道理 只要你是弱者 人便会先同情你三分 叶好宣说 我 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古川尤美的眼前 微微的一点道 你明白了最好 我说这些啊 无非就是想要让你明白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人 都是在同一个起点上 没有谁比谁 多了一点什么 上帝是公平的 叶好宣说 我懂了 古川尤美点点头道 谢谢你 我真的明白了好多道理 因为你父亲对你的关爱 所以你懂得比别人少 但是你不用害怕 这只是暂时的 你既然选择好生活 那你会慢慢的就会知道 以后怎么在这个社会中生存 一切都只是暂时的 叶好宣一边说 一边为他系好围巾 然后打了一个漂亮的结 在他的胸口 在他的胸口 就会有什么事 我认为他肯定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